10月23號就是九九重陽節 武傑鄉公所提前舉行 模範老人及敬勞開模表揚 共有29人獲得這項榮耀 受講者上台接受大家祝福 並合影留念 模範老人是我們自己做到 你裡面做到真好 讓我們四大四世 變成一個模樣 你裡面一個四大人 這個人籍客帝 台東尊溫和 要照顧你的四世 甚至出品界定 讓我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豬祥 或是一種豬鼻 讓我們感受到 共有的開模 他是不一樣的 共有的是我們社區 你社區也好 你的環境也好 你看到四大人 他沒方便 或是他很多人 我們照顧的時候 你能夠純粹你溫暖的唱 要給他撐一下 他抓一下 甚至幫他幫忙一下 回到這個社區裡面 感覺這是一個平和快樂 有關心我們的社會 獲獎的模範老人 樂於助人 關愛鄉里熱心公益 因為有老人家一生辛苦付出 後代子孫才能享有安穩的生活 敬老楷模有著熱心奉獻 敬老愛老的精神 使社會更祥和 足以成為模範 在當哪方面的志工 在那個 早上我們都有安排課程 當志工都要做一些什麼事 就跟老人量個血壓 幫忙扶持一下這樣子 怎麼會有時間來做這些事情 因為現在都已經退休了 沒有帶孫子已經退休了 對啊 這些事情讓你覺得心情快樂 對啊對啊 幫助老人嘛對不對 好像自己的那個父母親一樣 每一位接受表揚的民眾 都是由村長慎重推薦 藉由公開表揚肯定受獎者的貢獻 與付出分享榮耀時刻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